你怎麼會有問題? 不過我一開始提案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動態稿直接提案了 真的喔? 因為雖然以前大家對於我做的案子裡面 可能都會覺得會有一些動態的元素 雖然說那些都是慢慢成形的 可是這一次一開始在思考的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部分一開始就難怪在裡面了 因為會創造出小豐獸這樣子的角色的設定 還有對應整個平面的視覺的布局 因為他一開始在思考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就思考了比如說新竹的一些元素 當然除了一些八家比較籠統的比如說科技感 怎樣用Wi-Fi一些小元素呈現之外 最重要一個就是風的意向 那風的這個意向其實 它很難用一個很靜態抽象的東西去表達風這個概念 它本身這個文字或是這個的 在我們腦海裡所想像的字本它就是有動態的畫面感 所以它很難單純用平面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 所以我一開始就會思考說如果是要一個小生物感 那它的東西要怎麼樣去跟風去做結合 所以我最後創造出一個很有螺旋感 大家一看到那個東西 就算它不動 你也會彷彿覺得藉由它的觸角 感覺它是在螺旋轉動 所以我一開始就用很動態的平面視覺的影像去想像這個的生物 所以很自然的在一開始提案的時候 這一個我是連動態的所有的東西都是一起提上去的 它等於是一開始就一提了 它並沒有慢慢成形 我覺得剛這個東西開始產生的時候 當然最近在講到趨勢都一定會覺得 什麼東西都要動態 然後當然就會有兩派的說法 一派會覺得這個東西增加了活潑性 也增加了客戶在接受這個視覺的可看性 他們總是會覺得這個東西好像 他們可能也無從干涉 他們只會覺得非常活潑 很自然而然就接受這個東西 因為客戶常常會被 比如說這個東西好像很完整 好像很複雜 好像很生動 被說服 但也有一派的人一定會說 動態加上去的不是只是為了動而動嗎 設計師不應該只是為了覺得這樣子的東西 而去硬要做這樣子的東西 它並沒有說服力並沒有比較高 可是對我來說 我反而不會去 不會像這樣子去惡分法說 加入的動態一定會是怎麼樣 我覺得 那它之所以會是時代的一個趨勢是 因為以前做不到嘛 因為以前手機沒有那麼普及 以前社群軟體沒有那麼普及 我們想用它能夠被觀看的時間跟空間 或是載體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這個東西一點都不是一個新的技術 它只是因為一個載體的普及 而這個可能性變得非常開闊而已 所以對我來說是這個時代到來了 那它應該是符合這個時代可以去挑戰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你去觀看設計師或是每一個藝術時的動態 你會發現為什麼 你去抽取每一個元素 發現十年間二十年間的所有的流行的東西 或是大家創作的視覺 或是所有的語彙 全部都跟當代的科技是有關係的 如果沒有這些技術 那麼大家就不會有這些新的視覺與會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是屬於 對我來說是一個 在這個時代更會去挑戰 更會去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一直還蠻喜歡去挑戰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我從來不排斥 排出一些新的產物 因為我覺得以往自己所學的成長經驗裡面 過去的那些對我來說已經是 要說是熟能生巧嗎 還是是 我覺得那些東西我已經很知道怎麼去運用了 可是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的時候 我覺得對我來說會有一種 把我以前熟悉的東西怎麼樣再重新活絡化 我覺得那對我來說就會 讓我對未來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覺得都好像在探索一個未知的東西一樣 然後就會更想要去挑戰更多新的嘗試跟刺激 我覺得這樣子的案子也會做得比較有趣 對我來說只是單純這樣 他們的訴求是親民 但是怎麼樣去解釋親民這件事情 那就是我自己要去探索市場的回饋 而往這個方向走的 所以小豐壽就是一個解決方法嗎 我覺得是耶 因為他們一開始他們需要的訴求是 不是設計愛好者而喜歡的設計展 而是盡可能的不分年齡層 或者是讓喜歡設計的人帶非設計的領域的人 能夠去體驗這樣子的生活空間 所以一開始在思考這件事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這個設計是需要去解釋的 反而這個就是大家看到這個東西了之後 第一件事它一定會有一個反饋很可愛這件事情 因為可愛 我覺得這也是我在探索市場裡面 大家都很喜歡用可愛這件去形容 可是當你用可愛這件去形容的時候 它已經秉除了所有大家去論述 什麼叫做美什麼叫做醜什麼叫做所有的東西 它已經逃出了這些所有的東西了 一開始大家只會用這個東西去陳述 可是在這個陳述的治癒了之後 剩下要再埋藏一些我想要挑戰的 對於美的形式 或是對於長明文化視覺的元素 那個就是我自己去會埋藏的 就不會是大眾 就大眾不理解也是沒有關係的 一開始他們的slogan有兩個 缺個迎新竹 然後後來再多了一個人來風 他們會覺得那個意向會是比較豐富的 但是對我來說是不管哪一個 雖然說文字都會牽動著視覺 可是對我來說就是 只要你決定好的方向了 那剩下就是設計師的工作了 然後再講到check-in新竹這件事情 你很自然而然就會想到 他們為什麼這樣子取名 比如說他們當然會希望說 一個旅客怎麼樣去駐足新竹 去重新認識這個地方 然後你有時候再想像一下 你每到駐足一個新的地方 或是駐足一個旅館 或是在任何地方的時候 第一印象你都會看到了怎樣的東西 對我來說 我常常會看到 跑馬登 對 叫跑馬登 對 然後接下來就會一些巴比特特的 歡迎的字眼 還是什麼什麼什麼東西的標語 然後就這樣子滑過去 我覺得這個印象應該是 連接著大部分的大眾 會有的共同記憶 我覺得既然這個共同記憶的元素 已經抓出來了 那就開始怎麼樣把這個東西混進去 然後我就想到 當然那樣子一定是那種 巴比特的元素 皮克斯的風格的東西 但是 因為裡面會有中文 也會有英文 但是如果都只用巴比特的東西 去表現的話 其實它混在一起會非常的 非常的難辨識 尤其是在 你看到缺個隱形組 那個印因為是英文 它在分 我在想像 那個印要怎麼樣去 分前面跟後面的部分 所以我就想 因為一般很直覺就是做了一個斜線 但是所以我就想說 可是做了一個斜線 它變得實在是太 太冗長了 然後所以我就乾脆把 印的那個部分 它是直接用 它比較用一般優美的斜體 因為一般優美的斜體 它就是很自然的 就像一個斜槓一樣 就是大家 空時可以辨識出來 當然也許也會有一點說 為什麼這兩個字體是不一樣的 可是至少 你在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會咻就過去了 你反而多了一個疑問 可是對我來說 它可以順便辨識前面跟後面 所以我就在思考的過程當中 就加了這樣的元素 然後像是 因為在中文的八幣的字 是不好處理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會去找 我常配合的 我也很喜歡自己設計師 這樣選好 請他去幫我調整這個中文字 就看我推薦的書 因為我覺得我所有想要講的東西 都在我進的每一本書裡面 但是我進的裡面的書 可能我覺得大部分也許會 catch到 有一些是工具型的 但是大部分的工具型 也不是說教你說哪邊字要怎麼調 哪邊是怎麼樣 但字字有啦 然後我覺得反而大部分是概念性的東西 版面的構圖 甚至細到字體的運用的安排 我覺得很多東西它是息息相扣的 因為如果是不同字體的人 他可能對於我的印象反而是覺得 我在圖像的探索的 我的視覺性可能大於其他的印象 可是對於喜歡看字體的人 就會討論我的版面的布局 這樣子之類的 因為對我來說 我一直想要講的是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思考的是一個全盤性的東西 我並不會說只為了版面 layout 或是只為了字體的東西 就忽略掉圖像性 因為圖像性探索其實是我真正想挑戰的 但是我覺得人的感知的部分 其實是與天俱來的 可是像字體的這種東西 它是比較偏工藝性的部分 工藝性的部分 其實它是可以藉由知識的累積 然後去學會處理這件事情 那麼我覺得如果有一些具有天生感知的人 他們很會運用圖像 可是如果他們覺得在細節的安排上面 因為常常會有 他不知道細節的安排 然後就不小心 或者是有點在整個 有點好像跟他的圖像 並沒有那麼的match 甚至會害他的圖像扣分 但是他往往不知道 要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的想法 反而是提供一個這樣的管道 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東西 其實你們是有方法去依循的 你依循了一定的基本方法之後 你就不用擔心你的圖像 會被一些不好的細節給吃掉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去禁這些工具書 或是什麼什麼 其實初衷是這樣子 因為畢竟我是從設計跳到藝術領域 所以我也會從藝術的大盤 大方向去看待設計跟文字 還有視覺的未來性這件事情 因為有時候去一些當標案的評審的時候 這點也是我很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來的四家的設計標案公司 然後因為裡面通常都會有一個部分是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字體在指標上面 然後每一個人都是 為了這個選擇一個搭配的字體 結果每一個人選的都是開源字體 思源 我想說你在糊弄誰啊 對啊 但是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就 這點也是我很納悶的一件事情 大家到底怎麼去看待字體這件事情 大家對於字體這件事情 好像覺得就是黑體跟明體 好像當然起來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以內文的標準來看 的確是這樣子是沒有錯啦 對啊 然後當然標準字的形態就會非常的豐富 要怎麼樣是有怎麼樣 但我自己的偏好是 因為我比較是偏向大方向的 就是從我開始意識到 怎麼樣以 Alt-Durator的身份 去處理一個案子的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自己不能親力親為的去處理每一件東西 我應該是把自己的想法 去找對適當的人 來處理每一個部分 所以大部分的標準字 有時候我覺得如果可以找到 更適合的人 我會去請他們來幫我挑戰 像內文的部分的時候 我就會有比較自己的偏好 因為內文的部分常常是 雖然大家看起來差不多 可是對我來說就是 這個文章或是這本書 或是這個案子 它的性質 它適合怎樣的去閱讀 比如說它是不是要對應 有點文氣感的 它是不是也要有一點嚴肅性的 或者是要一點輕鬆感的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才會去 我自己會先讀一遍 可是你讀一遍了之後 你就會思考怎樣的文字內容 可以讓你融入其中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就常常會取一個 最大公約數就會有比較偏好的字體 我覺得可以講 我自己最偏好的是 就是自由工坊 他們有出一個遊民潮 然後雖然你們的Mac裡面 都會有它的L跟BOD 兩個尺寸 可是它最好用其實是要用買的 他們會有一個DemiBOD 是最好用 萬用在所有中文字上面的內文排版 然後它的 它是非常的中性簡約 到你甚至可以應用到 任何其他所有的排版上面 完全的不詳細 這也是它的不詳細讓我覺得 是我唯一偏好的一個部分了 當然我覺得這也是 因為這個產業才剛開始被人家注重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過度 過度時期性的思考 但是對我來說是 台灣沒有廠商在注重內文字體 這件事情上面 就算會做內文字體 也不小心依附了太多的 風格在裡面 導致我實在是 沒辦法找到一個好的東西 去處理這件事 但是這也沒辦法 因為當這件事 當文字這件事情 剛開始被討論 剛開始被大家注意的的時候 如果它沒有一定的變化度的話 大家只會覺得這個有 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 所以往往的字體公司 或是大部分行進的創作者 很自然的還是會 因為第一個 就好像是強調產品一樣 你要去跟大部分的產品說 我們的風格是什麼 我們在意的東西會是什麼 可是你很難去跟人家講說 我們的字體沒有風格 或者是 雖然我自己做的東西都很有風格 可是內文字體這件事情 它是去輔佐其他有風格的東西 所以它的獨特性 有時候又不能太過於強烈 但是你也不能 你很難拿這個東西去跟大家說 我們的東西就是安安靜靜 什麼都沒有 大家就一般的不懂的人 可能會覺得 你是在糊弄我 就要我買這個東西嗎 你跟我說這個東西這麼貴這麼好嗎 所以這件事情它就是 所以我有時候我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與其要說 去批判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時代的過渡期 它等待大家慢慢咀嚼這件事情了之後 也許以後正正未來需要的東西 大家才會討論 才會去看見 唯一能講的是 但是我會希望台灣的字體公司 能夠注意這件事情 可是目前為止沒有字體公司 做到這件事情 而且畢竟募資需要一個噱頭 真的沒有辦法 雖然大家都會說 我們在做內文這題 可是我真的要老實說 是中文市場真的還沒有一個做到這件事了 我比較會用人性的思考 再去看待跟客戶的提案這件事情 因為你不管提什麼 他們都不會滿足 我指的不會滿足的是 他們就是因為不知道 什麼東西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案 所以他們才會找你 可是在找你的時候 你又提了很多東西給他 那麼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一個東西 才是目前最好的一個方向 所以當客戶 當你提了 不管提了多少個給他們 他們的不確定性永遠都會存在 他們並不會說選擇的其中一樣 就彌補了他們心中的不安 而是在從這個裡面 再去衍生了更多的分支 比如說我要哪一個玩哪一個 到最後就變成 設計師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客戶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兩個就會一直在揣測這件事情 一開始在客戶在找你的時候 不知道設計師第一個工作會是先做什麼 對我來說一定是先調查這間公司 然後他的產品的訴求會是什麼 他們對於你的體驗到底是什麼 因為客戶太著重在自己的產品了 他們有時候很難很難跳脫出 也就是要怎麼講啊 就好像是所有不同的年代的人 族群不同世代的人 他們都跟你說 我想要做一個很符很年輕的東西 可是這件事很吊詭了 就好像是你在我的紅色 跟你的紅色是不一樣的 所以客戶的年輕跟你的年輕 常常是不在同一個時空下面去討論的東西 但是常常你會覺得 他覺得很年輕的東西 你會覺得不會吧 這樣子的族群根本就不會有人拿 可是偏偏變 貼近這個族群的明明就是 就是我本人啊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會 你要怎麼去跟他討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火花的過程當中 你要就是盡量去跟他訴求 現在年輕人喜歡的是什麼 而我是年輕人我也喜歡什麼 然後這個東西 你應該相信我去做這件事情才對 然後你去攝取說 那麼客戶你覺得年輕的東西會是什麼 你慢慢釐清他一些關鍵之類 你會發現他的年輕是20年前的年輕 那那些人現在都變大人了 對啊 這件事情常常就會變成很掉 你要慢慢去去釐清這件事情 因為每一個文字的語彙 雙方的想像空間實在是太遙遠了 永遠都不會在同一條線上面 可是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所以我常常會用人性的探討這件事情 去跟客戶討論 我覺得跟客戶討論的時候 我也不會太用設計論述這件事情 去跟客戶討論說設計的專業會是什麼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設計師在用自己的專業 去跟客戶討論的時候 往往就碰到滿鼻子灰 然後最後說設計客戶不尊重專業 對吧 應該大家都有一樣的疑問吧 我一開始也有疑問過這件事情 可是 然後要不然就是最後會說 客戶真的很沒有品位還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這件事情就好玩的部分來了 如果你在跳脫出兩邊的立場 你在去思考這件事情 你怎麼會去期待客戶是有品位 或是尊重專業呢 我在講一件事情 我上次去跟客戶討論 然後我們在講一些細節的東西 客戶是高材生 可是他們連RGB是什麼 CMYK是什麼 他們是不知道的 可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 那個是理所當然 你不知道會不會太扯了 所以你就更難想像說 有時候客戶為什麼會拿 PowerPoint的檔案的圖片 拿給你當圖片的設計的素材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 都是不可理喻的一件事情 可是對他們來說就是 為什麼不行 如果你跳脫出這兩邊的 這部分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我一開始就會知道 會有這件事情的發生了 所以我常常會能夠盡可能 用他們的語言的了解 去講這件事情 比如說 像我最近做的那個肉桂捲 可能大家就是 莫蘭迪配色啊 還是什麼啊 雖然說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是 它沒有視覺衝擊性的 它對我來說就是舒服這件事情 可是對我來說 裡面還是會有一些 我想要挑戰的元素在裡面 可能就是它的logo 大家會看到亂亂的logo 那會是什麼 大家 設計師來說一定會覺得 那些亂亂的logo 客戶怎麼能接受 所以我永遠在對客戶的時候 不會有太多的文字論述 永遠就是一張圖決勝負 就比如說像是這樣子好了 我就會 一個圖的意象 然後配上這個logo 會是怎麼樣 比如說肉桂捲 就是這樣子包袱的 所以我亂亂的文字裡面 很自然 你完全不用任何一個字句 去訴說它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客戶就會自己去聯想 當然你也許會有一些 牽強的成分在裡面 當然你會有一個 很直覺的說服了之後 你接下來再用一樣的方式 客戶都很好說服 比如說我的字體為什麼要用這個 我很難跟他說 我今天去買了這個字體 這個字體有怎樣的風格 字體有怎樣的專業元素 它的細節有什麼 你去跟客戶討論這東西 對他們來說太遙遠 距離太遙遠了 我反而用很簡單的圖跟他說 這個就好像那個醬汁 淋下來的那個部分 然後淋下來的部分 像這個字體裡面會有一些 比如說補足淤墨的一些缺口 一般來說你會 字體你可能會跟他說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東西 淤墨的接口 因為是要印刷的時候怎麼樣 你去講這個東西 跟他們來說是沒有用的 我反而用這個部分去跟這個醬汁 淋下來的那個缺口去做圖像的連結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原來這個字體是有這樣子的連結 當這樣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好像是合情合理的 接下來所有的真正的論述的部分 那才是對應到我怎麼去面對設計群眾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專業細節的群眾 那些就是我要對他們負責的 所以對於客戶來說 我不會用那種太論述性的東西 跟討論設計的專業會是什麼 我只是跟他說 因為這個東西要在裡面 然後還有這個部分是 因為設計跟PM跟行銷企劃常是連結在一起的 但是常常設計可能會自己的工作做好了之後 然後丟給了行銷企劃讓他們自己去想 可是我一開始我可能會先設想一件事情是 我的東西要怎麼樣讓行銷企劃去了解 讓他們怎麼樣是有簡單的話語去跟大眾溝通 所以像是這個部分也可以幫助這件事情 因為在行銷企劃PM他們在了解你的設計了之後 他們就會用這樣子的語彙變成了一個行銷素材 然後他們去跟大眾溝通 所以我等於我也會事先先想好怎樣的題材是可以給行銷企劃 讓他們去對大眾 我一開始好像在思想的時候 我會把一個完整的過程先思考一遍之後 然後再進行去做 並不會是他只是單純的帥或是單純的怎麼樣 對我來說是所有的世界觀我都必須先建立好 有時候我的想法可能會跟大家不一樣 大家會覺得對於公部門來說 會覺得公部門保守 所以我要做一個更完整的樣子的東西 更符合大眾期許或大眾工業術的東西去提案 而在企業的東西的時候 會盡量用設計美學的方式去提案 可是對我來說是 我反而有一點相反是 企業的東西往往他們是需要買的 更需要去跟大眾溝通的 銷售量這件事情 雖然有時候不完全是設計的責任 可是有時候正因為不完全是設計的責任 所以當東西不好的的時候 你是會被客戶怪罪的 這件事情應該可以可以理解吧 因為我知道會有這件事情的發生 所以在面對一般企業群眾的時候 我反而會去找一個最大的公約書 穩穩地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幫行銷那邊都想好了 想好了行銷素材 但是在面對大型公部門視覺 或大型活動視覺的時候 因為這是 這個不是牽扯銷售量的東西 你不管做什麼 大家都必須買單 所以對我來說 他可以挑戰的成分 應該是更多的東西才對 你也許可以說是視覺強暴 也OK 可是對我來說是 既然大家都必須買單了 而且也沒有牽扯銷售量了 那我就會思考說 在面對沒有他 很少去接觸藝術資訊 很少去看過所謂的 世紀東西會是什麼的 大眾的的時候 我覺得是時候讓他們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衝擊 對我來說 我的期許就會是這樣子 即使他們不能理解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他們先看過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以後就慢慢的去咀嚼 以後 有人再去跟他們去討論 設計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們的視覺感受已經被開脫了 他們搞不好還會反過來跟你說 這個東西我好像看過了 或是這個國慶的東西我看過了 雖然那個時候 他覺得很不能接受 可是在面對下一個東西 下一個人提出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不會那麼無所事從了 對我來說 我想要開拓大眾的美感 體驗這件事情 再對於大型視覺或是大型公部門 這件事情 所以這兩件事情 我會挑戰的程度就會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客戶會 客戶就會跟我說 如果沒有其他的選項 那麼你怎麼知道這個東西一定會被接受還是要幹嘛的 然後可能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一些 反駁的 耍嘴皮子還是幹嘛之類的 我可能會說 你有看過兩個第一名嗎 對啊 一個班上就只有一個第一名啊 對啊 那既然你能夠考第一名 為什麼要考第二名呢 對啊 然後或者是說 客戶開醫藥單的時候會給你其他的選項嗎 因為你就不知道我的疾病要吃什麼藥了 當醫生這樣跟你講的時候你不會更慌張嗎 嗯 所以對我來說 我就很清楚的去抓了一個解藥了 那麼 會抓住這個解藥 我當然就是會有自信這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也牽扯到設計師的自我認知了 你很有自信去跟客戶說 這一個會中嗎 這個設計師也要有相當的自信才可以 因為大部分 因為常常也許設計師也不知道自己 這個市場能不能接受 或是市場會不會討論 所以當客戶這樣子討論說 蛤 又被改稿了 然後他就會陷入不知道怎麼做的狀態 然後再依許客戶的樣子再去改改改改 其實兩邊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 嗯 我覺得當我願意去講這件事情 或是大家會羨慕說 為什麼我可以只提一個去跟大家討論 那是因為我覺得我已經要對 大眾市場負責了 嗯 我覺得 我甚至把自己拉在一個 這個東西 怎麼講 到時候被罵的不會是客戶 到時候的劍把一定會是我 嗯 我已經把自己拉到了這樣的層級 所以我完完全全的要有那個自信 跟那個承擔去面對這項產品 在面對大眾時候的狀態 我一開始就已經把自己拉到這樣子的程度了 嗯 當你有這個自信的的時候 我覺得你在面對客戶的的時候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 要怎麼樣去堅持或是溝通 嗯 我覺得有時候抱著一種同歸於盡的心態 但有時候同歸於盡的心態嗎 我覺得就是負責 就是負責啊 就是做不好 我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就陪在裡面的那種感覺 嗯 不是 我好像每次都是用這種方式 用生命在做案子吧 我之前有訪問過我的一些媒體 可能大家大家都知道 我是從學攝影學 色彩學的過程當中 跳到了字體這一塊 所以當我開始學字體這件事情的時候 反而一開始不是藉由學校的課程 或是一個正式的那個學習過程來 來去看待這件事情 而是我一開始有興趣了之後 我就會一開始你就會去找這個領域的書嘛 可是因為慶幸自己也是在日本啊 這方面的論述是非常完整的 畢竟他們一百年下來有太多這類的書了 我就是一個超級阿宅 一旦一段時間在沉迷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世界就好像就沒有別的 我覺得那時候有 那時候所有的時間啊 我把書店上面 只要有台北瓜菲的書 只要能夠買到的 我幾乎全部都買下來 全部都看完一遍了 我是到這種很瘋狂的程度 當你全部都看完一遍的時候 接下來有一些實論的部分 你才會去慢慢地去請教人 或去請 可是你已經有基本的樣子了 接下來你要論述只是 書中講的是不是對的 但是我一開始覺得 我只是愛好一件事情而已 我並沒有真的秉持著一個專業 在覺得自己是自體專業這件事情 而且我那時候 因為畢竟我念的是藝術大學 我的研究室裡面全部都是 不是比如說攝影學博士 或是有點像是視覺哲學 或是藝術家 或是都是這類的 所以大家在討論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都是比較宏觀的角度去看待 看待概念這件事情 可是很意外的事情是 裡面有幾個人會跟我討論自體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很妙 跟我們在 就是用設計再去論述自體 這件事情完完全全是不一樣的一件事情 那時候我有一個學長 他是做機器人互動的 比如說他要寫coding 然後他要做出一個機器人 怎麼樣去跟人體互動還是幹嘛的 他對自體學這件事情是 琢磨到學校的相關的教授都會說 如果學生有這方面想要更精進的的話 你可以去找這個學長去交流 可是學長他的初衷是什麼 只是他的機器人上面的字體要帥 他覺得他 所以這件事情他不能 他不想要太輕忽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會很認真地研究 然後最後就 我的機器人上面會用什麼知識成這樣 所以你去跟他講每一個細節 從每一個螺絲 每一個材質 跟人的互動會怎麼樣 寫coding 甚至到字體 他全部都可以很開心地跟你講所有的東西 他只是這樣子而已 可是他不是台報固要飛的專門 可是他已經理解到這種程度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的曾經的時空就好像是 大家只是很開心在討論這些所有的東西 我只是後來回到台灣了之後 大家再問我 因為我那時候2012年 2013年回來的時候 好像大家 那時候台灣沒有什麼台報掛飛的書 直到大家再問我說 或者是學生問我說 要怎麼樣去攝取這方面 只是我才嚇到這件事情 嚇到了之後我才想到 然後把我一開始怎麼樣 因為好奇心進入這個世界 然後怎麼樣 在字體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它引發讓我對生活的興趣 像是有點像是把這樣的心情分享 而去引進了這些東西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這樣 我反而不會想要當作是一個 這個是很專業的知識喔 你不要太親戶這個東西 我反而不會 不是用這樣的心情去分享 這件事情欸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要引述一個 一個影響我非常深的設計師 我不完全接受他 他那樣子的時空理論是應用在現在了 可是有一個最大共同的美感經驗 就是我很喜歡20世紀 最偉大一個設計教育家 艾米爾路德 大家都會用文字排印學的專業去解析他的東西 可是其實他的設計論述文字排印的世界觀 常常跟他的對於藝術的理解 常常是他是沒有在拆解這兩個部分 他覺得這個是共同美感經驗的對應位置而已 會用節奏這件事情去論述所有的事情 比如說從文字的間距形狀大小 大到一個版面的布局 甚至到一個立體層面 甚至到人在看待藝術品 或是對應整個立體空間下面的對應關係 那樣子的空間的平衡感 那樣子的空間的負空間與正空間 全部都是用節奏的這件事情去解釋的 就好像是我們對於音樂的解讀一樣 為什麼有一些音樂的旋律我們朗朗上口 為什麼有一些旋律讓我們會有怎樣的感受 這個對應到視覺裡面其實就是一樣的道理 理解到視覺節奏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好像有一天我好像就突然豁然開朗了 我好像就覺得我在去看待這個 所有的視覺的東西的時候 我好像彷彿能夠用節奏之間去理解所有的事情 就好像是導演 導演對於一部片的節奏 他一定也是有他的掌握度 為什麼有些片會讓人覺得冗長 為什麼有一些我們會說 他節奏很快 或是是他的節奏的快慢 拿捏得運進得非常的好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 他都是可以用共同的美感經驗去解釋這件事情 剛剛講了節奏這件事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在對應到動態的時候 我覺得我就會用這樣的方式去溝通 但是尤其是比如說動態logo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去看待動態logo這件事情 因為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重複性的行為 你在看它的時候它是一直動 一直重複一直重複的 可是也因為在短的時間內 你都是用零點幾秒零點幾秒 再去看待這個重複性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它跟影片又是不一樣的節奏 我會用比如說這個部分 它會視覺的戰流是非常短的 它是零點一秒跟零點二秒的差別 這件事情就會去理解 我那時候跟陳全他們討論的時候 就會說這顆球撞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彷彿好像電一樣 好像一個爆炸物 在爆開之前的時候 它是會有一個寧靜感的 它可能會蹲個零點一秒 然後最後再瞬間的爆炸出來 爆炸出來的時候 會有零點二秒的綻放 零點三秒的綻放 會用這樣子的方式去 去慢慢去跟陳全他們討論 所以到後來 我在處理每一個動態的時候 我就是用這樣子的節奏 跟想像的畫面 然後去跟他們溝通 我想要的東西會是什麼 因為兩個人是不一樣的 你在討論的時候 兩個人很能在一個理解度上面 去討論一件事情 有時候你會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樣 它要怎麼動 那往往 動態幫你做出來的時候 因為他們 比如說寫程式寫coding 還是寫幹嘛的 它就是依序你的方式 去做出了這樣的動作 可是掃了那個節奏之後 你就好像會覺得 很像一個機器人 又或好像是 我們在用一個機器人 在朗讀一段詩集一樣 就是非常的平身 然後非常的沒有節奏起伏 所以你在視覺佔留的時候 往往就會 就會就會很貧乏的困在那邊 所以我在看待 不管是在動態路口 或是動態所有東西的時候 我會先考慮到 讀者在看待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的重複性行為 他的節奏性 會是怎麼樣去解讀的 我開始去濃縮那個 節奏的世界觀 所以節奏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我無時無刻的 好像無時無刻都在意識這件事情 而運用在所有的東西上面 因為設計常常會有區分於 創作型跟服務型這個部分 那你們比較偏好哪一個部分 甚至這兩個類型 你們覺得自己都想要去嘗試 然後都有自己的解讀方法嗎 我覺得以我現在的狀態 就是我的方法 或是我自己的規則是 我把所有客戶都歸位成服務型 但是只要創作型這件事情 我就變成是 我自己沒有任何客戶的狀態下做 然後我用創作型的狀態去想辦法 把我的作品方向導向我喜歡的方向 然後再進而可以得到 喜歡那個創作型的客戶 就變成是 對 就變成是我自己做商案 但我也做內案 然後內案就是我喜歡的 然後但是我的 我的期許是 我希望透過這個內案 得到更多我喜歡 我喜歡方向的商案 但是只要是變商案 我都會是以服務型為主 嗯 原因是因為 就是我覺得商案 應該說我現在 第一個是因為我現在的角色 還沒有辦法到 只提一個案 就是直接說服客戶 因為這我覺得 他需要很大的公信力 當然 然後大部分我的客戶 他們都會是一個 譬如說一個公司 裡面就會有很多不一樣的人 所以就變成是 我必須要 嗯 用這種 用服務型的態度 去跟他們做溝通 也就是說 我幫你們 思考你們的消費者 或使用者喜歡什麼 所以就變成 我們可以更有邏輯的去 跟他們討論 而不是 感覺上的討論啊 或是感覺上的 有留標過嗎 評斷 就是到最後兩邊 實在是都沒辦法 就留標了 我覺得我現在狀態 還沒有到 還沒有留標過 因為就算 我現在的狀態 是我給自己的目標 是我再痛苦 都要把這個案子做完 對 好苦行僧喔 我們那時候不就是找你 然後那邊說 好痛苦 終於這麼久 對啊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痛苦 就很痛苦 然後就有一陣子不想做案 就覺得太痛苦了 怎麼會這麼辛苦 所以我都一直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做設立室儀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辛苦的 就是就算很痛苦 我還是會把它做完 就可能你做到 像我剛才 譬如說去年前年好的 有時候有案子都要做個 七個月八個月 然後其實那個專業沒有到很大 但是我就一直幫他們 一直幫他們改 可是這樣實踐 所以你金錢成本就非常的 我覺得就是我對自己 那個專案的目標 就是我要把它做完 所以我就想算了 那我就把它做完 做完就對了 那以後就會更挑的案子做嗎 因為我覺得 之所以中間會有這麼多摩擦 是因為我跟他在 跟他在拔河 也就是說他喜歡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這個東西不適合他們 所以我會很想 想辦法想要把它 說服他們 所以這才是我自己痛苦的過程 因為我覺得這很好 可是他們不喜歡 但是我幫他們想像 或是我幫他們理解的 規劃的市場 的確就是那個方向 所以中間很多拔河 慢慢的 應該說到最後 他的結果都不會算差 因為我會想辦法說服到 他們覺得合理 然後我們彼此都可以接受 然後完成這個專案 那我要跟你談成一件事 其實我也不是那麼完全不改稿的 但是會 但是我改稿會有依循一些準則 因為跟客戶談判就是一個 大家就是一個人性 所以這全部都牽扯了 心理學的成分在裡面 就好像你在跟他談錢一樣 客戶永遠都還沒錢 可是永遠你都可以 炸出兩三倍以上 就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在改稿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就是 他們就是不知道 他們就是想要被滿意 很被滿意這件事情 無可厚非 但是所以我常常也並不是說 有百分之百的堅持說一個東西都不能動 我常常會是 比如說 堅持 堅持八分改兩分 八分都是大方向 在這些大方向的原則下面 會跟他們爭吵 但是我會有兩分的扣打 讓他們覺得 這個改了我也無所謂 因為他沒有動用到大方向 可是客戶會突然覺得 這個好像客戶也 設計師也沒有跟我們堅持 但是他的尊嚴又被滿足到了 我有時候會把這個東西 當作是一個 心理學談判的方式 然後去分配 哪邊可以改 哪邊可以不改 訪問宋正傑好了 那對你來說 因為我覺得你也有挑戰到圖像 也有挑戰到標準制 但是你怎麼去拿捏這個在畫面的比例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要回歸 我覺得 畢竟你知道前公司影響我很多 就因為我覺得 就是因為他們都會比較看本質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專案今天是什麼樣的角色 就例如說他是 然後他可能 產品必須要站得比較前面 然後我自己就會讓產品 站得比較前面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真的回歸到 你今天要幫誰設計 或是他的樣貌應該是什麼樣子 就是我自己不喜歡幫他 他偽裝成另一個人 其實漂亮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什麼是漂亮的東西吧 我覺得應該說在洋蔥那時候 就講說 就被罵說 不要做設計 就是不要做 只是做帥的東西這樣子 對啊 所以就是 就是可能就是 本質是什麼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每次在講設計的時候 永遠都會用 美跟醜這件事情去定義嘛 但是你會覺得設計只能是美嘛 這件事情就會很好玩 然後什麼叫做美 然後後來就會發現 大家講的美都不一樣 你只能去抓出一個 很最大工業術的美感體驗這件事情 然後 所以 然後慢慢在整理 有點像整理設計時的每一段的 脈絡的時候 我好像慢慢釐清了 就好像就會有四個過程 會繼續去挑戰的事情 然後 像是第一個一定是 美是什麼嘛 大家都一定會去找這件事情 什麼是 然後接下來 美的可能性還可以是什麼 因為美絕對不會是只有一種美 它一定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只需要去探索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大家都在講美 那到底什麼是醜 好像突然很難定義什麼是醜 好像只是覺得不美的東西就是醜 可是有時候又很難去 可是有些人也習醜啊 醜也有醜的市場 可是 對 可是有時候醜的市場的時候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有一些醜的東西你又覺得 好好酷喔 所以就變成第四個階段就是還有一個是 醜這件事情可以去挑戰嘛 你覺得醜的東西它也可以怎麼轉換 對我來說好像 它就是有一個四個脈絡的過程 當四個脈絡的過程你釐清了之後 好像在哪個東西你想要去挑戰哪一個過程 好像你就可以慢慢有一個方向去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想 大家接觸到的最大的美感體驗就是華國美學 那華國美學裡面的那些醜元素 我組合在一起可以怎麼轉換去嚇大家 讓大家覺得 這是我看到醜的東西 為什麼它看起來那麼酷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大眾討論的語彙 大家就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最被我常用在公佈門或是大型活動的東西裡面去這樣 因為他們需要被討論 所以你就要需要用這樣的東西去給大家刺激 然後比如說商品可能就會需要 幫大家去討論美跟美的可能性還有哪些什麼什麼 我覺得很多東西 好像就是一個無感體驗一樣 該怎麼講啊 就好像是 音樂這件事情 什麼叫做好的音樂 這件事情很難認輸對不對 那麼不好的音樂就不該被存在嗎 比如說 聽了就會不舒服 大家都會覺得這種東西怎麼可以有它的存在 可是想像一下 比如說庫伯利克的太空漫遊 那種很堅爽刺耳的音樂 如果沒有那個東西的時候 全部都是很舒服的音樂 你會想像這部電影會有它的節奏性嗎 大家會引發人們在觀看的畫面 那種心裡的那種驚悚度嗎 它是不會的 可是它被融合到一個無感體驗的一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它所有的東西好像都已經獨自成一個世界觀 它全部東西都是被設計出來的 所以對我來說好像設計有時候是探討一個 設計一個過程 而不是單純的是一個形式 對我來說形式就是一個 所有的呈現是藝術的一部分 然後設計才是一個動詞 一個行為這樣子 這是我想分享的啦 我覺得大家最拔蠟最常問的 但是你覺得藝術跟設計 它是應該被拆開來討論的嗎 我的嗎 我覺得我的立場我覺得是耶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今天用藝術的心態去做設計 很容易受傷 自己那個想要創作的心就很容易受傷 所以我會盡可能把這件事情切開 然後用藝術去探索和尋找設計的可能性 譬如說我創作到 比如說像之前不是創作一系列的那種海報嗎 那這個東西做完之後它反而有時候可以 就是回饋我一些設計上的價值 你怎麼用一樣的方式 就是用某種定義去拆開論述這兩件事 應該說我覺得有沒有 有沒有明確的訴求還有目標的族群吧 就藝術的話我就打開AI開始弄這樣 有沒有在管的 或是打開PS開始畫 那設計的話就是我得 先想好說到底他們要的是什麼 那他們在意的是什麼 然後他們的族群是誰啊 客群長怎樣啊 然後市場是什麼 然後想完一輪之後再來思考說那什麼東西適合他們 就變成是要想很多 不知道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要先定義 藝術到底是什麼 的這個狀態 因為就是 是有一些東西它算不算是 就是例如說插畫 那它算不算藝術 可是它也有商業價值啊 那這個創作的過程中是不是也有藝術的成分 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像必須要先 那我再丟一句好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藝術 就是知名的藝術設計師 尹姆斯 可是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設計可以昇華為藝術 那你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們會怎麼解釋這句話 我說作品是一件事情 可是操作或是行銷 讓它怎麼的增加另一個層次這件事 就是賦予它另一個層次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藝術的一個環節 就你怎麼操作你的作品 就怎麼讓它變得有價值這件事情 就假設說你的海報是不是可以有價值 那假設你找一個很會賣的 把它放在藝廊 然後它不是原本在貼在那個 就是 例如說貼在這邊一張海報 你會不會覺得跟貼在7-11的海報 是不一樣的狀態 那它是不是跟這件事情是 你如果用另一種方式去詮釋它 那它是不是也可以被稱為藝術 對啊 大家常常會用商業價值來區開這兩個 可是其實藝術品的商業價值很高 也很高 所以我都會覺得成功的設計師就會變成藝術家 就是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已經不用在管客群 因為在做過程當中的時候 他們會很清楚地去說 因為他們在訓練的時候 比如說你拍照 你喜歡用人的身體這件事情去衍生好了 那為什麼你們要去 為什麼你的內心世界對於身體這件事情是會感興趣的 為什麼這個動作會是這樣的 你的顏色或者是想要表現的東西 為什麼這樣子會讓你想要激發 他與觀看的人的心理的互動 你的訴求會是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被設定好的 有點像是 就好像就是編譯一部劇一樣 他們會思考到觀看的人們去引領他的世界觀 到你的作品或是商品裡面去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那時候很多的訓練是 一定會有論文這件事情 但是你不能亂寫 你一定要是很完整 我光是一個身體這件事情 我就要去理解 為什麼人的身體的裸體的行為 從羅馬時代前到現代或是戰爭 它衍生了各個社會的符號性會是什麼 然後用這個東西 你才能去佐證於你與觀者之間的距離 接下來才是一個表現的形式又會是什麼 接下來你就會去討論比如說大小尺寸 你要想要放大或是縮小你怎樣的世界觀 然後接下來才會是一直局部的去拆熄這些所有的脈絡 其實我後來發現其實這個東西跟設計的過程 其實也是沒有兩樣的一件事情 它反而因為藝術品這件事情它的商業價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必須每一個部分都要更無懈可擊的去論述這件事情 它不能有任何一絲的破綻 如果藝術家有破綻 那麼就會有一個更好的人去幫它論述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你是要去說服高級買家或是更大的市場 去釐清這個 因為它也牽扯了社會線上 但是設計做得好的時候 它有時候也牽扯了社會線上 它也跟整個大環境支架是有所牽連的 有時候我在想說 在說設計可以升華為藝術會不會就是這個部分 當你設想的每一個東西的論述的時候 你從基本的需求理論 然後開始就好像是人們需要什麼的 然後隱私到一種哲學光是人為什麼存在 人在活著 除了活著以外 除了生存本能以外 還可以去追求怎麼樣的東西 它好像就有一點是這樣子的方式的需求擴大論 所以我有時候在想說 因為我是先碰去日本之後先到 先碰設計 然後最後再碰當代藝術 然後回來再碰字體 我覺得也因為碰過了這些所有的東西的時候 我一直很想要 把這些所有的東西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在我的想法裡面 我從來不猜分這兩個東西 因為你在去論設計史的時候 所有的設計全部都是應用藝術的一部分 而且你在討論 尤其在討論字體史的時候 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以前在 比如說你在講新藝術時期的風格的字體是什麼 若可可時期的字體風格是什麼 你都講得出來 你都可以去論習這些事 可是那時候在做這些字體的人 都是那時候的藝術家 他們只是為了要去做這樣的圖像去配 而且正正的藝術家 是他們很在乎每一個環節的融合性 他們不能讓這個字體去破壞這個圖像 所以他們為了這個圖像的探索 去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東西 去挑戰這個社會的新的認知 所以因為那時候 比如說從印象派 最後到他們知道了 日本東方的那種毛筆的筆觸 而因為這些所有東西的累積 才會變成了新藝術風格字體的樣貌 比如說像是木下或那樣的東西 然後最後再到風格派還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從應用藝術裡面 去衍生到這件事情 我一直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件事 所以我後來慢慢地解決了 他從來不認為藝術跟設計是背離的一件事情 他把這件事情拆分為 一個共同美感經驗的對應位置 一個設計是從思想層面的部分開始著手 然後思想到了之後 然後開始是你會進入到一個精神的世界觀念 藝術的就是滿足精神需求的這一塊 使用裝著冗會 špace媽機 當日本藝術